嗨 朋友们好 我是老检官 世界 今天又见面了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话题 国际民退 房屋中介或将退出市场 朋友们 昨天我们在头条上看到两则关于 杭州在全国首次推出了 将全市的20房信息全部都将在本市的房产官网上公开公布的这个消息 让许多干了20多年的中介的年轻人们心里感到愤怒 抓狂 我们来看 其实我们说 在房改20多年时间里 我们的房产中介在促进我们的住房买卖繁荣这个方面 还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不管是新楼盘还是二手房 在这个交易过程中都离不开房产中介 他们积极活跃的影子 但是这种缺乏监管的这种房屋中介 因为他们要取得巨大的利润 他们不但要违规地制造出许多虚假的信息 有的时候他们还要亲自的恶意炒房 在推高房价中起到了这个得利干将的作用 这是不可否认的 我们来看 这种求购本小区住房这种广告 其实就是一个虚假的广告 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这个卖房者的信息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小区或者一大片地区 有谁要卖房子 所以他就打出这样 我要买房 现金买房 那么你要卖房子就打电话给我 实际上它是获取你的这个卖房的信息 那么他就垄断这个信息来源 我们再来看这下面一种 这种出售房屋的这种虚假广告 他贴在你的这个小区里面或者你家庭附近 那么你需要买房的人 你必然就要看到这个广告 你看到这个广告就给他打电话去 他往往跟你说 我给你推荐的那个打出的广告 那间房子在前天已经别人买去了 那么你就选其他房源吧 我给你介绍许多 那么他就不断的给你打电话 不断的给您介绍新的房源 直到你买成功而止 这种房产中间要被取消了 发生啥事了呀 是以杭州为代表的那个房管局 他在官网上推出了一个功能 就是那个房东可以避开中介 直接把自己房子挂到我房管局官网上面挂牌销售 而且那个交易大厅还配套了一个窗口 就是你买卖双方你谈多辣 你自己在我窗口签合同 我房管就负责给你监督 直接就没中介什么事了呀 所以说消息一出那个备合股价 直接就跌了那个15% 那上面为啥突然要这么弄啊 中介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对 中介在服务老百姓这块 单从服务上来讲确实蛮好的 但是你主要是中介这个行业 它在房产这块垄断太厉害了 尤其是信息垄断 你像那个买卖双方的信息 你全在中介一个人手里吧 能不能成交 以多少钱成交 你全凭中介一张嘴了 你像有些很多不好的那种中介网站 我把这个漂亮的房子 这虚假的那种方言信息 我在网站上挂得很便宜 那完了一有电话咨询 他告诉你说 这个房子刚被订出去了 你们看看别的吧 其实压根就没这房子的 那主要就是我拿着你电话 我还知道你有找房的需求 我就各种轰炸你嘛 这就是信息不对种造成的 你包括我那个租房的时候 我还碰到过那 中介跟我讲说 房东要8000一个月 他当我面 各种跟房东砍价 砍到7500 我还挺感激的 我完了签合同的时候 房东不愿意交中介费 完了两边吵起来了 我才知道房东要7000一个月 我都懵了 这就是中介对对对 房产信息这块的垄断吧 所以房管局推出这个 自主挂牌功能 也是起到一个反垄断作用吧 今天最起码让老百姓 看到这个更多的真实房业信息 包括说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我们来看一看房产 他们的房产这个中介收入究竟高不高呢 以我们这个地方为例 我们这里这个住房价格比较低 是五线城市 新楼价格大概是在 5500块钱一个平方 那么二手房如果是中心城市的中心地区 大概是4000块钱一个平方 我们打个比方说 100个平方米成交40万 那么按照1.5%的中介费 那么中介它是买卖双方都要收的 那么单方面你就按照1.5%来算 买卖双方加起来 那么中介它就要进12000块钱的 这个房屋中介费 这个房屋中介费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说是在我们的省会城市 比方说我们成都吧 成都市的是中心的房子 现在是卖4万块钱一个平方 如果说还是以100个平方来打比方说 那么一间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屋 就要400万 那么400万按照1.5%来收取这个中介费的话 那么就是4得4 4万就是6万块钱 那个单方面的房屋中介费就是6万块钱 那么买卖双方合起来 那么中介费就是12万块钱 那么中介就是在这样不用吹灰之力 就是掌握这个垄断信息 它就轻易而得的就可以得到这12万块钱 不小的数目 当然我们从这个北上广深这种一线腾市来说 那么这个中介费就更不得了了 我们来算一下 那个北京的房子 比方说是7万块钱一个平方 那么你买100个平方 就要700万 700万的1.5%这个房屋中介费 你算一下 就是要10万零5千 双方买卖双方加起来 就是21万的这么大的巨额数字 这个中介费不得了 所以说我们买卖双方 就在这个买卖信息 这个不对称的情况之下 这个中介费就钻了这个空子 那么房屋中介就得到了 它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中介费 所以我们说说杭州的这个举措是非常正确的 这个将二手房的这个买卖房屋的这种信息 集中纳入到这个市的房管局的这个官网上 你买房子也在那找 你卖房子也挂在这个官方的网站上 那个信息都是真确的 都是真客的 没有虚假的 也没有中介的虚假鼓吹 或者中介的虚假介绍 你买房子卖房子就可以直接在那个网上给别人打电话 然后约出来见面 在面谈就可以促成房屋的这个买卖成功 那么我们就避开了中介这个环节 那么我们就可以免去中介费这一大块的支出 这实在是对人民对我们的购房者或者卖房者都是一个极大的好事 对于我来说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 应该在全国推广 谢谢各位观看 再见